今早花花吃早饭的时候,小叶子自己走进水池里面开始泡澡了。 以前成功妈妈就最喜欢泡澡,号称洁癖公主,叶子是继承了妈妈爱干净的性格。 相比之下,花花完全不敢下水,一个月前掉下去那次,她像是加速一样逃了上来。 所以,今天叶子泡澡的时候,花花根本不过去,万一过去和妹妹一打闹,掉下去就不好了。 小叶子泡了七八分钟,忽然从水池里面跳了出来,原来她是在追一只小鸟。 这个小鸟还专门把叶子逗得跑起来才飞走。 花花在边上看着妹妹追小鸟,也懒得起身。 没想到妹妹追不到小鸟,准备过来捉弄姐姐。 姐,我来了。 你要干啥? 别说话,来咬我的头。 叶子一过来就倒立打滚,想让姐姐陪自己玩。 但最近自从花花变花菊以后,对妹妹这种耍宝都表现得非常淡定。 任凭叶子在自己身上滚来滚去,花菊始终不出手。 叶子急得把自己卷成一颗熊猫球。 招数初见,姐姐也不上钩。 叶子只好到旁边吃笋去了。 花花却后面转了一圈,主动来找妹妹。 叶子这个小雄精还故意把头偏到一边。 其实,她一直在等和姐姐贴贴的机会。 叶子倒下来跟姐姐发交。 但她刚从水池里面出来,这下弄个整个屁股都好脏。 连带着花花的脸都被涂成小花猫了。 叶子偷袭姐姐成功,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 今天,我排了一个半小时才看到姐妹俩。 临近五一节来看花菊长的观众越来越多了。 小叶子在我们面前大秀舞技的时候,花花就转身准备回家了。 今天看到最可爱的花菊就十秒钟的时间。 幸好还有叶秘书给大家表演的舞蹈。 刚过十点,两姐妹就下班了。 大家五一要来看她们的话,最好是八点以前就过来。